好,那我們現在跟著火車進入我們的秘密線道 來,看一下我們左邊其實有一些花了米的數目 那上面如果沒有標準這個名字的話 其實大家都會不太出來,對不對 那如果說,單純就是基本 要如何去辨別這一棵的木頭 這一棵樹大概是怎麼樣的種種 可以用三種方式去辨別 大家可以猜猜看 樹皮,不是 聞到,沒有錯,還有什麼呢 年輪的 秘極度 哈哈哈哈 那你小聲道說他就這樣回答 哈哈哈哈 年輪,還有人物,人物的 當然,文物的秘極度夠不夠這樣子 還有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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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 不是 哈哈哈哈 不是 哈哈哈哈 有 不是 就是,我們就是 就是外觀或是裹開來 這樣子大散 基本上可以分辨的 這樣子 看一下 好,我要公布解答了喔 好,顏色 顏色 好,那你看像這個台灣紅蓋 它顏色 其實它有點附在空氣 就有一點久 但是你會再殺 我來剝一下 它的皮的話,它其實會有點紅色的 帶紅色 帶紅色 其實沒什麼味道 等一下可以聞看看 那扁薄呢 扁薄的話 它就是我們講的 Hinoki 嗯,北國就是我講的 Hinoki Hinoki的顏色 就偏黃 好,偏黃 所以我們台灣人很喜歡拿來當巨寶龍 因為它黃色像黃金一樣有招財的功能 好,那比如說像這個蕭南的話 它就是有點深咖啡 好,有點深咖啡 然後你會說,把它補開了之後 因為蕭南它的生長的黃金 所以它海拔大概三千五百公尺以上 所以它密度很密集 然後後面是比較深 它會帶 就大概可以變成說 那這一顆過種 大概是蕭 所以它生長的數字不一樣啊 你如果說越高的話 它越冷 它可以持續的越久 它那個密度會越密集 那你如果說 把它補開之後 它可能是在一千五 像你講的一千五 然後它的那個 那個連個密集度就沒有那麼的夠 對,不太一樣喔 好,再來呢 我們剛才也看到它的外觀對不對 那這個呢 就是它補開之後的 補開之後的 來,我們來看一下 像 那比較好配比的就是台灣山 台灣山跟這個蕭南 那你看 就是 光看這樣 其實就知道它的 紋路其實密集度很高 跟那個不一樣 好 那我們說 我們大部分拿來做家具的話 就會是屬於像 比如說 蕭脫 這種密集度夠的 或是像蕭南 好 那其實台灣山 它其實 呃 它的用途會是 比較不適合用在做家具 因為它密集度比較不夠 會有其他的用途 對 那台灣山的話 就是我們第一顆木頭 就是以台灣為所謂的 它早期的話 被叫做亞山 亞洲的亞 亞山 就是第二名的意思 好 那因為早期的話 第一次的話 是被日本人發現 然後它 日本人有一個柳山 但是呢 他們覺得說 欸 不能讓台灣山分美於淺 所以他把他取亞山 就是第二名 然後他們的柳山就是第一名 但是呢 之後 還有一些日本學者 認為說 欸不太對 其實它是屬於 在台灣女生圖長 所以他就幫我們 就是 正式去 譬明就是 台灣山 好 就是台灣山 所以不會再叫做亞山 但是以前 有老一輩的會叫做是亞山 那後來是 之後正 就變成是台灣山 對 不太一樣 那蕭山的話 它是主要是 在南頭的附近 它有像有點嗆嗆的 嗆嗆的香辣味 等一下那邊有 我們的箱子 可以聞看看 它是在 我們南頭的 鸞大山發現的 所以它也叫做 鸞大山 就是木頭的山 這個就是山 但是在 鸞大山 山上的山發現 它也叫鸞大山 也叫做山山 好 不一樣 好 那這個 紅塊就叫梅尼奇 梅尼奇跟 Kinoki不一樣 好 不一樣 紅塊叫梅尼奇 梅尼奇 梅尼奇 然後呢 臉頭就叫 它比較慢 它比較慢 它會比較慢一點 對 對 對 是的 因為它顏色 比較陶喜 它顏色比較陶喜 黃色的話 台灣 我們還蠻喜歡這種細細 好 那 我們剛才也有講到對不對 就是除了看顏色 跟它的文物之外 它這個五個箱子呢 就是它的唯一棒 大家都可以聞看看 它包括它那個外箱 就是用那一個 那個布頭去做的喔 像比如香山就是用香山做的 對 大家都可以聞看 其實不太一樣 這紅塊它就是有一點甜甜的味道 不太一樣 像是要一般羊羊的一點 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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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部分是拿來摳頭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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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沒有灌清灌水什麼都沒有 它是因為它的海拔高度是 真的速度快公分 所以它的力度會因為它的狀況就會有行 我要跟王大哥確認說我們要不要出去 所以呢 我們的蕭奶是這裡的速度一定是最重的 對蕭奶 對蕭奶蕭奶 對最用心這一個 這個不是灌清灌水牛 是真的因為它密度生長環境 對 你一進冷 它就很冷 對冷的話它生長慢 對 暗的話它就密度會越濃急 這樣子 對 對啊 好 好